情商渐费 老赖之女 整容脸 虽然饱受争议 但是资源却丝毫不受影响 先后出演张艺谋 韩寒 成龙的新电影 而且都是妥妥的女一号 青圈皇太女刘浩存 她的背景到底有多好 竟然能够让大导演纷纷为她折腰 说起刘浩存 大家都喜欢叫她天降子为星 因为这个姑娘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2016年 刘浩存就进入了张艺谋一秒钟的女主候选名单 单二的时候签约张艺谋工作室 都说背靠大树好成梁 至此刘浩存开启了自己的躺赢人生 别蒙我啊 不是白贵电影 众所周知 老毛子雪人的眼光极其毒辣 刘浩存到底凭什么对上老毛子的口味呢 先来看看刘浩存的长相 嗯 第一眼看过去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姑娘脸型不够鹅蛋 嘴巴不够樱桃 要知道 此前张艺谋捧的演员 都是巩俐张子怡这样棱角分明的电影脸啊 这不是到了老年 自己打自己脸吗 难道是姑娘演技特别出条 我们来看看前辈们对她的评价 张艺谋评价刘浩存 说她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老戏骨张艺 也说刘浩存就像是一张白纸 虽然说她没有电影的表演机 但是她又很聪明 这一张聪明的白纸 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肯定 相信刘浩存应该也是一个演技派吧 但是结果可能要让她家失望了 举几个姑娘的代表作 虽然刘浩存凭借一秒钟的几张截图照迅速出圈 但是在成片出来后 并没有引发多大的关注 反而大家是从刘浩存的第二部电影 才开始认识她的 没错 就是她和易阳千玺合作的爆款 送你一朵小红花 但是大家讨论的也多是电影的情节 和男主角的演技 虽然在电影上映期间 刘浩存也经常出现在热搜榜上 但是名演人都看得出来 这热搜太尬了 明显就是买的 再然后就是谍战剧悬崖之上 作为唯一一位年轻女演员 如果刘浩存好好把握住机会 应该可以堵住喷子的嘴 但是遗憾的是 刘浩存被影迷称为是影片唯一的败笔 但就是如此 张艺谋还是没有放弃强捧刘浩存 先是拿下奢侈品代言 然后又和迪丽月八登上春晚 同台比美 一时之间风光无限 刘浩存的上位之路 总会让人想到周冬宇 同样是年少出演老谋子的电影 同样是搭档一扬千玺大火 但是比起周冬宇 刘浩存的身上多了一份幸运 虽然她是历代某女郎里 黑料最多的 但也是得到老爷子 售后服务最好的一位女演员 采访过程中的绿茶发言 老赖父母拖后腿 拿下成龙的新电影却被爆 整容导致脸部做不了表情 这样一个某女郎 张艺谋为何还是弃而不舍地给资源呢 一方面 刘浩存家里是真的好 每次出席活动都是上万大牌加深 欢睿副总裁江磊称 刘浩存是自己的侄女 呼吁大家为她打call 刘浩存的母亲 虽然只是一个舞蹈老师 但是在当地颇有名气 大型晚会的编舞 全部出自刘某之手 如果说一点背景都没有 那真是把观众当傻子了吧 另一方面 刘浩存还得感谢张艺谋的妻子陈婷 陈婷此前自己创立了燕窝品牌 但是苦于找不到明星代言 有朋友会说 大导演光环的加持 难道还没有明星来帮衬吗 这其实也就是陈婷的难言之影了 虽然老公张艺谋是顶级导演 但是她合作的明星 大多为实力派巨星 请他们来代言 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同时温商对于大牌明星而言 是一件很调价的事情 除非价钱给得到位 否则明星们都不愿意去做这种调身价的事情 而且国师的老婆开口 底下的明星哪里敢漫天要价 当然 如果张艺谋主动开口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按照娱乐圈的潜规则 你让我帮忙 自然也得拿同等的资源来置换 由此 张艺谋还得欠人家一个人情 老毛身算的张艺谋一横亮 与其烙人画饼 还不如自己签约一个新人来碰 所以 作为老毛的公司唯一的新人 国师强拉刘浩存 拟天改命 也就说得通了 将旗下一人捧成流量 对自己的公司 老婆的品牌都有利 不得不夸 张艺谋这部棋是真的绝 看完这段视频 大家觉得张艺谋强捧刘浩存 到底有没有前进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 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